8月17日,广东省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联合在恒情口岸新入境大厅开展全真实环境勤务组织和模拟通关实战演练。 恒情口岸是内地与澳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项目,也是粤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桥头堡。 当天实时,珠海边检总站澳门治安警察局代表在珠澳分界线上互相敬礼,握手,开启在恒情口岸合作执法之亲的崭新历史。 双方的边检警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一起完成了模拟通关演练,还安排了部分人员模拟旅客对即将投入使用的各项硬件设施进行体验。 就以恒情这个旧有的通关模式来说,那么旅客在恒情这边下车了之后,他首先要经过那地方这边的那个促进手续, 办理完那地方促进手续之后,还要做那个穿梭巴士,然后到澳方那边的查验区域,办理澳方的那个查验手续。 那么他这个旅客的话就每一次过关,他都要经过了繁琐的复杂的这种通关流程。 那么现在新的恒情口岸这边的话,因为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么一个模式, 那么已经采用了三种形式的这种通关,那么可以选择合作自助, 也可以选择合作人工,或者是采用传统人工,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的通关, 那么内澳两地的这个手续都是只需要办,旅客排一次队, 然后刷一次证件,办理一次手续就可以完成通关了,对。 据介绍,粤澳两地边检部门充分利用地理优势, 沿着一条分界线建设查验设施,简化查验环节, 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型边检查验模式。 双方边检警察在内澳分界线两侧执法执行, 不同类型旅客分别从合作自助、合作人工和传统人工三种不同的查验通道有序通行, 一次性办完双方出入境手续,跨过一道分界线,就到了珠海或澳门, 时间仅需30秒。 新型边检查验模式大大提高通关的便捷性, 而粤澳两地边检部门也在新口岸的建设中, 不断加深彼此间的执法合作。 我们跟澳方这边其实合作已经在大桥, 当时港州大桥那边合作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跟他们的各个部门的合作和沟通都非常的顺畅。 比如说就是我们内地方跟澳方这边在这种平常的工作机制上, 他们那边可能是严格地会遵守上下班的时间, 正常情况下应该都是这样子。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口岸的开通, 它需要连调各类的这个系统, 那么不可避免的需要我们内地方这边称为是加班吧, 加班加点, 我们是白加黑,五加二都全天厚的进行调试, 那么他们也非常配合, 只要是有要求有需求, 他们各个部门都会主动地跟我们这边对接, 安排人员跟我们这边一起连调连事。 按计划, 恒清口岸新旅检区域将于2020年8月18日15时起正式开通启用。